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因为那把天都照亮了嘛 那很多人往外跑 男人呢只穿一个裤头 女人呢有的披着单子 那有些人的身体皮肤 皮肤呢明显看都是被烧伤被烫伤了 那确实没敢转 因为看那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太残酷了 那看这些人跑出来呢 也让我想起来 现在叫39年前 40年前 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 北京城我们当初就是那么跑出来的 当然没有人家烫伤的概念了 那时候天摇地动的 从家里跑出来 那女人也是没办法配个单子 就这么跑出来 那如果这么讲的话 这是个大灾念 是个大灾念 那与此同时在 在这个Facebook 在这个所有社交媒体当中 不同的朋友传递一些图片呀 传递微信的截面 那有些看有些呢 有些朋友对某些内容提到质疑 那怀疑这是真的 怀疑是假的 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 被信息管制化的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刘云山的社会 刘云山 掌管着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宣传系统 生活在一个以宣传作为完全被管制 被控制的社会当中 其实我们应该拥有一份宽容的 包容的心态 人们传递出来 你说这些消息是真的 你说这消息是假的 用我们自己善意的角度去理解 因为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没办法去保证所有在社交媒体当中传递的东西 是真的 那在这种几十亿人的群落当中 上亿人拿着这样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和通过手机去相互传递这种消息的时候 里面有没有坏人 有 里面有没有个别的 大家有着不同想法的人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但是都不能够使得我们失去知道真相的机会和理由 我们要能够包容在这种大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点 大的方向的一点 一切真正的根源在中共本身 苹果日报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大阅兵之前出了大事 政坛大地震 文章他说9月3号大阅兵差20多天 为了保住习近平上台后 首次阅兵的安全上下都不敢怠慢 在这种情况下 天津出现了如此大的事情 就像剃了北京眼睛毛 也就变成了剃了习近平的眼睛毛 更可能镇垮本来就不稳的天津政坛 代理书记很可能因此丢掉了代理二字 甚至会更成问题 一句话 就是代理的书记可能会承担 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他需要的知道的是真相 胡星斗接受苹果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 历来是保护京城安全的要塞 出现这么大的安全事故 照例天津市一定要被问责的 市长或者分管市长要受到处分的 我觉得这都不用猜了 这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那问题出在于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时间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强调它的时间性很特别 从8月10号江泽民被指正 被拿出来 对吧 一连串都是按着严格的时间表发 走过来的 而这一连串的故事 却跟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非常恰巧的吻合在一起 有人说这家公司 瑞海公司的总经理 叫做什么 那个人可能是跟天津市的副市长 一个叫副市长 是父子关系 当然据说有人又提出来说不是 有这么个说法 是真是假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们说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性 让人们不得不质疑 是什么人制造这样的实传 让人不得不质疑 与此同时 在上海星期四 同时间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的真伪 确实令人值得思考 可是这件事情又发生得很特别 这篇报道的原报道 来自于自由亚洲电台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外墙 铲除了江泽民的题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他备注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拍的照片 上海空军学院教学楼外面的一段 江泽民的题词 星期四上午被工程人员清除 那也就变成了 这是一个故意清除的动作 他提到这一段字是江泽民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刚上任不久写的 他提出了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 距离严明 保障有力 你记住这张照片照 是来自于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乔龙 那地点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大楼外面 工程人员正在铲除 剩下了责民两个字 他拍照的时候 是正在铲除的照片 这是原来的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大楼的外墙 这是原来的题词 那我们不得不说 从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完整的汇总说 江泽民在上海被铲除 而这样事情的发生很具有特别意思 上海空军政治学院 隶属于总政 隶属于军队当中的总政 星期一 拿出的建制江泽民的文章 那个人是总政治部的 是中国作协作家协会的会员 都出自于总政治部 那产出江泽民的字 来自于军队 你看一看我星期一的节目 我跟大家讲过 星期一干掉古军山 剑指江泽民 表明习近平对军队的整顿结束 以军队作为本田 打击江泽民 进入上海滩 第一个 第二个 产掉的发生的地方是上海 那发生在上海 那就直接明确说 今天的江泽民丧失了自由 明确讲 捣毁上海帮 捣毁江家帮 进他里面去了 这是第二个看点 以军队的方式 进入他的上海滩 第三个 江泽民真正的露面 正经八百的最后一次露面 2014年10月2号或者3号 在刘烟东 和公安部部长 以及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陪同下 还有李兰青 去的国家博物馆 给国家博物馆提字 而这张照片 是在四中全会开会前后 被曝光的 所以提字 是江泽民露面的 非常要紧的 非常死磕的方式 那铲掉江泽民的字 在我的眼睛里 你知道古代的刑法当中 有一个刑法叫灵尺 一刀一刀拉 一片一片拉 从他的心头尖上 从心里头拉他 给我的感觉 你弄什么都成 你除他的字 你就要他的命 你要他的命 是让他一滴一滴的流血 再弄蛤蟆汤 其实就在大爆炸的 这一天的稍微往前一点时间 应对着打击江泽民的 另外一个故事 一气前董事长被刷开 当时中纪委通告 一气的前董事长徐建一被刷开 并且立案调查 古军山第一个 星期一 王宗南第二个 是星期二 王宗南是江泽民在上海的管家 江家 蛤蟆家里面的吃喝拉撒睡 人家王宗南管 尽嘴的 一气 星期三 前董事长被拿下 江泽民自己说 他是一气的人 有点谐音 我跟大家原来讲过 我说蛤蟆最后死的时候 癞蛤蟆最后死的时候 他把肚子鼓得大大的 你敢踩他 他弄个大屁 崩死你 去年初俩 7月20号 2014年7月20号 出自于八一湖 黄蛤蟆 两天 谁没理他 可能有人拿个小汁 呸一炸 瘪茄子了 2014年11月份 四中全会前夕 在广州珠江 出了一个 有人说那是卡通片 有朋友还不信呢 日本卡通片 你要查卡通片 那只蛤蟆 叫做蛤蟆王 也两天 根儿屁着凉了 好 那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 一气 拔了气了 蛤蟆拔了气了 因为蛤蟆说自己是一气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